看到我方友邦宏都拉斯总统越南德兹今天访台 而总统蔡英文也是首度以军礼方式 还有21箱礼炮热烈的迎接贵宾 不过这此时还是刻意的提到 感谢友邦对我方在国际上的发声 似乎也了解外交的确是困境平平 但不只在外交上 蔡总统有担忧 内政上府院党策也其实都不同教 引发了蔡总统不满 中午就将在总统府来召开政策协调会议 而蔡英文一条边决策 首要议题就主攻 接下来未还委员会的一例一首 友邦宏都拉斯从中美洲远道而来 总统蔡英文也首度以军礼 欢迎贵宾 以20亿奖礼炮表达最高敬意 总统蔡英文与宏都拉斯总统 叶南得资教育礼队一路也有说有笑 蔡英文更是表达对友邦的称致感谢 很高兴 红都拉斯总统蔡英文也没法闲着 中午就将会及相关部会首长 在总统府召开政策协调会议 首要目标配合五号未还委员会 先讨论一例一休和年金改革议题 接着25号大法官人事案 政策协调会议也定调以司法改革为核心讨论议题 跟过去前总统沈水扁九人小组有异曲同工做法 蔡英文决策一条边是要落实上行下效 但除了凸显宪政体制争议外 要避免政策不同调 最关键的还是他个人的决断力 欢迎新闻苏云宽谭英伦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